亲爱的家人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圈哥 今天给大家伙带来一道传统家长扇 红烧肉的详细制作方法 希望家人能够喜欢,下面开始制作 咱们想吃红烧肉啊 买肉的时候啊,大家伙一定要注意看 一定要买点稍微薄一点的五花肉 看见了吗?这样的肥瘦相间 吃着它不腻 这块五花肉可以说真就是精品了 然后咱们再把它修一下 有很多朋友们做红烧肉呢 第一步他就错了啊 第一步他就基本上宣告失败了 熬糖他不会熬 你糖一熬完苦了 那你怎么吃,朋友们呢? 春哥今天教你这红烧肉做法 不用熬糖式 颜色一样红润,而且还好吃 首先咱们把肉先切成宽条 这么宽的条 看这肉相当不错啊 相当不错 然后这把肉切成块 块让稍微大一点啊 这么大 因为咱们煎炒之后 把里边的油脂煎炒出去了 它肉还会缩小 所以说稍微大一点切着 切好咱们先放这里边 大葱 斜刀切厚片 生姜切片 好 做红烧肉咱们用不着 放太多的香料 少放几味就可以 主要的目的就为了去腥蒸香的 八角放两瓣 桂皮两克 香叶四片 干辣椒三瓣 主要的目的就为了去腥蒸香的效果 它起不到辣味 再放一个炒果皮 炒果籽咱们不能要啊 这就够用了啊 别的香料 咱们就不用放了 放太多 会把肉香味给它盖住 这些就够用 冷水咱们下入猪肉 加入15克69去腥 咱们做红烧肉 一定得抽下水 别看别的主播说不烧水 直接各锅炒 说说告诉你啊 一定要抽下水 为什么要抽水呢 因为五花肉里边 它有一定的血水 必须得把这血水给它煮出来 这样它能有效的去除腥味 你要是直接用生肉去炒 它里边的血水出不来 全部融入到肉里边的 做不好的情况下 它腥味就重了 所以说焯水这个环节 大家伙千万不能忽略啊 随着水温的逐渐升高 把水烧沸了 看这锅里边的浮沫 这都是肉里边出的血水 才变成这个血沫 你说你不抽水 这血沫 你不都吃肚子里边 知道吗 水烧沸之后 咱们先别着急往出捞 保持水烧沸的状态 咱们煮三分钟四分钟的 把这个血沫彻底的煮出去 必然让出这个血沫 咱们往中打一打 出血沫咱们往中打一打 这肉现在已经煮五分钟了 咱们捞出来 我看这锅里边 非常的整 然后咱们把肉 放到温水盆里边 再头洗一下 把肉上面附着的形物 彻底的洗干净 把锅溜透之后 加入一点点的底油 咱们五花肉 头洗干净之后 一定要把水控净 然后放到锅里边 把锅溜透一会儿 把油脂给它煎入去一部分 这样咱们吃就不腻了 小火慢慢煎炒 煎炒这部分 不仅能解腻 而且还能有这个增加香味 我看一看这肉 圈哥保持小火煎炒了那五分钟 看这油 已经靠出这么多油了 这都是肥油里边的油脂 看这肉已经变成淡淡的黄色了 这时候它就可以了 你这油不靠出来 你喝一喝 这么多油 你都在肉里边 你吃着能不腻吗 所以说做菜的方式方法 非常关键 咱把油撇出来 咱把油撇出来 就是猪油 咱们煮点菜啥的非常鲜 咱们就留这一点点油就够用 不用放在这油 然后咱们再放一把冰糖 所以咱们很多方面这红肉容易失败 熬糖它熬不好 尤其没干过酥湿的 哎 糖要不熬苦了 要不熬甜了 你按照春哥这么做 不用熬糖热 不仅颜色漂亮 而且也不会发苦 其实熬糖热 你无非用有两个目的 第一是要鲜色 二是要它的焦糖味道 咱在家里面做 你颜色稍微差一点 就差一点了 味道不差就行 是不是朋友们 把冰糖炒至融化 看见什么 把冰糖炒至成淡淡的黄色 看着肉的颜色挂得非常漂亮 这是咱们放入大葱和生姜 再把香料放锅里边 再继续煎炒 40秒左右 把香料和大葱大姜的味道全部炒出来 香料下锅炒至40秒左右 现在香味才挥发出来的 咱们再放入一罐啤酒 把汤烧沸之后 锅里边酥的浮沫 咱们撇着就不要 浮沫下面会有一点点油 看见了吗 这油也撇着就不要 因为咱这肉还能炖出油来呢 黄酒加入15克去腥 一瓶馅酱油加入20克提味提鲜 鸡筋5克蒸鲜 胡椒粉3克去腥 咱们做口味偏甜的菜片 必须再提点盐 加入3克 调底味 大家伙视频看到看到这里了 如果今天这菜能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大家能给圈哥留下一个免费的站 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然后咱们准备一个小铝锅 做红烧肉 最好是放铝锅或者是铝锅钢锅 千万变个铁锅炖 有很多朋友们搁铁锅炖完的红烧肉 试完针之后 颜色发黑发暗 为什么呀 就是铁锅它吊着铁锈 所以说最好是用铝锅或者是无油钢锅 这样咱们吃完针之后 红烧肉的颜色非常逢亮 汤烧飞之后 保持小火 炖煮一个小时 nice 再会看一看这肉 春哥炖煮了一个小时 现在肉非常的烂火 颤颤呼呼的 这时候呢 汤汁还比较寡淡 咱们把这个 葱姜料头 香叶什么的都挑出去 把料渣挑干净之后 这倒另一个铝锅里边 哎 这铝锅呀 收汁这是咱们看见了啊 咱们用这小锅开大火 把汤汁收浓稠了啊 看这红烧肉啊 太有食欲了 现在啊 看这状态 颤颤呼呼的啊 非常非常烂火了啊 但是味道呢 还稍稍有点寡淡 必须得把这汤汁收浓 哎 让这个汁啊 挂在肉上面 这样小姑娘哪儿都戳上去了啊 时不时的咱们糊弄糊弄锅 大家看一看啊 这叫汤汁啊 浓稠了啊 而且肉呢 也已经收的红亮红亮来了 咱这汤汁啊 得稍微留点 别意见汤汁不剩 这汤汁和大尾饭 那成香了朋友们 好 这样咱就可以出个装盘了啊 看这颜色啊 漂亮 朋友们 又说漂亮 哎呀 咱们装盘 哎呀 太有食欲了朋友们啊 咱们上面再撒一点点小绿松花 点缀一下色彩 不加一滴水 不熬糖色的红烧肉 哎 做好了 出来给你尝尝味道啊 待会我先看这肉的质感啊 颤颤乎乎的 而且颜色红亮 咱们这尝尝味道跟口感怎么样 嗯 肉入口呢 特别的软糯 口味咸鲜 回甜 那不是特别的甜啊 而且呢 它这个肥油吃的一点都不腻 因为春哥这肉煸炒了一段时间 把肥油的油脂基本上都煸出去了 所以说 哎 斩这个肉啊 炖完之后 它不腻炎 春哥这红烧肉 搜脂没搜得特别干 就是特意留了点汤汁 就这汤汁或者大米饭 我跟你说 你就吃去吧 都得给你吃点二酱 非常非常好吃啊 那么好 视频到这就结束了 如果今天这道菜 能对您有所帮助 希望家人给春哥留下一个免费的赞 在这里边先感谢家人们支持 我们明天再见 拜拜